假如有災損的狀況 可以撥打119的電話 提醒大家做好防台的準備 參數颱風在明天的下午跟禮拜天 會最接近台灣 風力也會最強勁 我們已經指示我們各局處 必須做好防台應變的準備 有土石流潛市區域的預防性的撤離 也必須精準的到位 對於海邊長浪 或者是在整個馬頭作業的 船隻的安全也務必加強嚴守 在滴挖地區抽水機的整備 在樓川智宏室等等防台的工作 怎麼樣能夠預防這些激煙水壺的狀況 也請水利局、環保局的同仁 那附近影片的提醒民眾 在颱風期間盡量減少外出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這支影片嗎 我們會繼續帶來更多高雄市政活動 歡迎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等你喔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給更多我